今晚新聞線爆內幕追真相 歡迎上線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我們來看俄烏戰爭進入的第24天 烏克蘭要進入亞素海的通道 已經宣告失守了 但是當然對於俄軍來說 這也是一個慘烈的戰役之中 現在持續苦戰 所以現在連有前科的 沒有護照的都要招募成為俄國大兵 填補戰力的缺口 而在昨天晚上我們看到美中兩國 這個熱線講了將近兩個小時 到底談些什麼 該如何解讀 我們稍後有深入的分析 請您鎖定 再來看看台灣的華燈出上 第三季全部登場了 有人說笑要來請教 好好的追劇了 有人甚至昨天晚上是沒睡覺的 那麼裡面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條通文化之外 其實在台灣的夜生活 除了條通文化還有很多各式各樣 特殊的一個狀況 還有中南部居然還有一種所謂的農場 農場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等一下要告訴你喔 但是當然就是有人覺得說 特殊行業是很多犯罪的溫床 到底這樣的特殊行業應該怎麼管理 我們稍後來看荷蘭居然有所謂的夜間市場 這個夜間的市場不同於白天 如何的管理秩序治安 甚至如何的活絡經濟 要告訴您喔 先來介紹以後來賓 選一介紹是資訊媒體王瑞德先生 惠明好 大家好 曾經專家憲哥 惠明好 大家好 再次來介紹的是無比防務的總經理葉國華 惠明好 大家好 我們要介紹的是雲林縣的無黨籍議員王又明 惠明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他要介紹的是汽車達人 他現在是條通達人前少爺雷妮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節目一開始我們帶你來看看 深夜經濟也有機會發大財 來看VCR 酒店小姐跟日本客人走在路上 這樣的場景在條通越來越少見 全盛時期這邊有高達五百間日式酒店 現在剩不到兩百間 熱門台劇華登初上 引發外界對條通日式酒店的好奇 商圈甚至開導覽團帶劇迷一探就近 但條通的日式酒店文化 在時代變遷下 大外加疫情衝擊 已經面臨存續危機 希望我是最後一個 把起衣領遮住整張臉 鞠躬道歉 他就是開快車失控 釀成一死二傷的簡訊駕駛 希望大家到路口都點數慢行 拜託對不起 我真的很抱歉 還特別提醒大家行車要注意 鏡頭前看似充滿悔意 但簡訊男子做筆錄 不僅百般不配合 還公稱自己是為了閃車才失控 車速一般般 但事發前就曾被其他駕駛直擊 他在大馬路上橫衝直撞大標速 不斷變換車道東鑽西鑽 危險駕車原來疑似是慣犯 有著濃眉大眼的簡訊男子 平時低調 從臉書貼文點讚不難看出 鮮少與人有互動 但住士林一帶幾乎都知道他 車上開超快 亂鑽車 過去還曾出過車禍 車子還留下當時嚴重凹陷痕跡 鄰居對他印象不深 只知道整棟樓都是減家人的 甚至在陽明山也有房產 家境狀況良好 39歲的簡姓男子 自稱是網路公司負責人 還掛名多家公司行號 當地居民都說他是不要吃慣犯 吃過不少華丹 最終被裁定20萬交保 躺在街頭標速 附近住戶早就看不下去 在網路怒罵 要他對自己危險行為負責 別再找 藉口逃避 好 臺灣的夜生活 不只是條通文化 還有哪些精彩面呢 瑞德 對 沒錯 那麼最近因為華燈初上 介紹了這個條通文化 其實給各位報告 華燈初上所說的是 台北市中山區 中山區所管轄的中山分局 號稱天下第一大分局 三十幾年前就在那裡找新聞 通常有幾百間 各式各樣的特種行業 都在那個地方 綜藝派出所管理就是條通區 很簡單 條通區就是你說的 日式騎馬列 club 日式酒店 媽媽送幾個休假 日本人客 台灣人客 那裡處理就對了 通常加起來百幾間就對了 那麼再過去一點 經過 甚至南陽東路之後 中二派出所謂轄區 就是酒店 母廳酒店 林立這個地方 林申北路最緩伐的地方 其實是中二派出所謂轄區 那如果來到了這個 就是說長春路 長春路派出所謂轄區 那麼就是吉林路一江街 這是禮農院的天下 禮農院以前 大概二三十年之前 台北是最多最多的 禮農院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曾經我在那裡找新聞 意外有警察跟我說一件事 有的人吃冒我們的名義 成立一個中三分局記者聯誼會 這關根本沒有存在的組織 去廣東有十三間的理農院 每個月人收保護費 一間收五千塊一五月就對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他一起說 你不要再交給他了 不要交給他你行李交責 你如果是繼續交給他對不對 我要叫警察把你都操掉了 所以你就知道那時候 這個等於說繁榮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你如果往林森北路 往北走 到了農安街 到了德惠 這個所在圓山派出所的峽區 是什麼 是很多美式的那種Pub 還有很多賞大酒 以前賞大酒的Pub 小姐在那裡坐 你如果說你請我喝一杯 你就賞他五百塊的大酒一杯就對了 他不會真的喝 他說意思是你香腸 那是坐台北的意思就對了 那麼其實在國外他們都想一個辦法 你一定想到什麼 你想到說這特種行業一定什麼 黑白龍都嘛 如果有事情開城嘛 你已經想到這個東西嘛 人家外國外國人比我們更聰明 為什麼 我們這裡對不對 業者還要去送紅包 白道要送公關會 黑道要插一個打鼓 門口趴車小弟 還要這個黑道負責這個為事 就對了 在外國尤其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我們都知道有紅燈區嘛 你去荷蘭阿姆斯特丹 有紅燈區 有色情行業嘛 那麼後來呢 因為就要管理 所以荷蘭阿姆斯特丹 進入市長 想這個辦法 他們就票選成立一個 夜間市長 什麼叫夜間市長 夜間市長 晚上半夜 給你灌 紅燈區這裡 給你灌 給你灌 看要怎麼灌就對了 把他灌好就對了 你怎麼說我不灌 把他灌好就對了 他們還真的選出了一個 DJ 夜店DJ之王 他來了英尼 他自己本身也跟人家開夜店 非常瞭解 那麼業者的生態 跟這些觀光客 跟這些酒客 心聲就對了 所以他比較要 在荷蘭 各行各業特種行業 平常凌晨四點 要乖問 那麼在禮拜五 禮拜六 晚上凌晨五點 就要乖問 乖問後要發生什麼事 我喝少許水 不然我喝也不會送 我不會走啊 在街頭鬧事幹什麼 這時候他就出動了 他還有二十個保全人員 對不對 他們就想說 怎麼跟他們勸 怎麼跟他們相處 他就想了一個招 他就在市郊成立了十家 十家大型的夜店 有二十四小時可以營業 那這些出來了以後打烊的人 就可以到這十家夜店去 就不會鬧事情了 然後用這些 跟大家和平相處的方式 對不對 成功的把整個荷蘭治理得非常好 那麼竟然創造了兩百零九億的產值 多增加一萬多個工作機 而且讓這些人 不會再有治安上面的問題 我跟你說 那招牌到什麼程度 招牌到英國倫敦 還有華國巴黎 還有美國紐約 派人來考察 紛紛成立這個夜間市長 其實我們台灣的夜貓子 有一個統計 夜貓子就是半天不想睡 一直在追劇 一直在夜店 一直去吃宵夜 看電影唱歌 台灣的夜貓子 聽說他的比例是全世界的第二位 那麼聽說 聽說有百分之六十九的人 晚上都很晚睡就對了 所以夜貓子文化 事實上我們台灣也可以發展 結合很多 台灣像這是什麼 雅琪 你可以結合雅琪 你看鋼管女人 有很多人看 非色情類的這個鋼管秀 很多的夜市吃的東西 吃喝玩樂 什麼一起結合的話 你看台灣成立那麼多的觀光夜市 再結合一些廟宇 然後再結合一些 比較等於說成人文化 搞不好會形成我們台灣的夜間文化 也可以選拔出夜間市長 好年輕的時候混過這個五目大道 林森北路的雷妮說 裡面有一些很特別的好工作 又輕鬆錢又多 尚文他講的是叫做 放卡拉OK的 你說有一個比放卡拉OK的袋子 更好的工作 我現在來講 從我們這個酒店 要應徵小姐進來 其實在以前主要就是靠登報紙 以前的那個媒介 大概就是登報紙 那所以有自己來的 也有我們去外面找的 我先講自己來的 自己來的呢 就會有幾種名稱 第一個叫領臺 第二個叫做公主 第三個叫做小姐 然後呢 這個其實背後都是有個套路 我現在來講為什麼 第一個 如果是領臺的話 代表我們這家酒店的門面 基本上身高就是要一七零 然後就是凱惡一零 這種supermodel的這種身材 哇長得很漂亮 然後學歷越高越好 因為怎麼樣講話也有談吐 那些開口的時候不會嚇到客人 好啦那這種薪水也很高 一個月有四五萬喔 再來第二個進來的叫做公主 其實公主就是女waiter 那我等一下來講背後為什麼 那公主的薪水呢 其實跟少爺快差不多 那有的時候人又找那種很可愛的 可是公主為什麼公主幾乎 就是這個行業的素人 你問他你會不會喝酒 他不會喝酒 你想來做酒店 你敢嗎 你敢來入這一行嗎 那可是你又不會喝酒 條件不是外貿條件一定都要很好 可是呢你本身還不夠這個資格當小姐 那怎麼樣 先擺著給你一個位置叫做公主 以後日後慢慢慢慢看了 你就會被這些小姐影響 哇小姐薪水是你的三四倍 甚至到五六倍 就會把他洗成公主 這個在華盾裡面都有演到 好那我現在來講公主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我們去外面找的 外面找呢就是去看那個時候 已經有這種檳榔西斯穿得很火辣 那他敢那樣穿 就表示他離這個行業其實只差一步之遙 等於你們是獵人頭就對了 客串的獵人頭 對 派少爺去把他去追他 然後呢把他拐進來酒店 慢慢的洗成公主 或者是直接洗成小姐 我們有這幾種方式 可是酒店裡面我就一直講了 酒店裡面 你們洗一個人進來 你們可以賺多少錢 沒有沒有賺錢 沒賺錢幹嘛做這種 為配良心的事 可是我們是一個 team 你知道嗎 大家都要養家活口 所以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 你看華隊裡面不管怎麼演 小姐跟誰勾心鬥角耳魚我 那個算是工作上的事 私底下一定是你要掩護我 我要掩護你 你要照顧我要照你 我現在講一個故事 我們那個小姐很單純 來自基隆 就是一個很認真的一個 一個女孩子 每天騎摩車來臨聲北路上班 很單純很漂亮 連我都對他有點心動 所以他是公主還是小姐公主 但是不會喝酒 然後公司就會拱他 有一天滿台 哇每間包廂都滿了 小姐全部都出去了 那結果呢就要叫公主來電台 因為人手不夠啊 公主就下去電 完了 公主根本就不會喝酒 可是呢 他又看到那個那個那個 薪水台費那麼高 他很心動 好就下去接 那我們有這樣子的 經理訪台是沒半小時進去 其實訪台歸訪台 就是看包廂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少爺大概是每十五分鐘進去一次 整理桌面啊幹嘛 其實目的也是要看我們的小姐有沒有欺負 狀況如何 那我們要照顧他 好啦 結果這個公主喔 就這樣遇到像隔壁王大哥這種很厲害的 直接三兩下就把他撂倒了 喝掛了你知道嗎 啊完了 客人上下起手了 我們就要去救公主 你知道那個人喝醉酒喔 就跟那個麻糬一樣 你知道是軟的 你要拉手拉腳 我們兩個少爺還抬不起來 小姐就不要講了 小姐衣服穿那麼少 你要去拉他也沒辦法拉 沒地方可以私利 那時候我剛退伍汗照還不錯 我說不然這樣子 腰一慘 我直接跟扛瓦斯桶一樣把他扛起來 扛起來以後背到肩上 上肩以後 我就把他背到那個沒有人的包廂裡面 讓他在那邊休息 一背起來 正好頂到他肚子 他就吐了 哇全部吐了 吐了整個後面全部都是 另外一個少爺就趕快清啊 那只剩我一個男生 我就把他放到包廂裡面放好 哇那真的是夠狼狽的 做的都是我只好幫他擦 拿Oshimony 我們有那熱毛巾 幫他擦幹嘛的 我就很喜歡他 擦擦擦 我在想要不要清下去 你居然敢在電視劇區 全面講這一段 沒有沒有 你也算是坦蕩蕩了 出現出現兩個聲音 第一個 你剛剛那麼胎溝你要清 第二個 你這樣算什麼英雄好漢 欺負一個女孩子 好我就沒有做了 把他全部頭髮擦乾淨 弄一弄清乾淨 以後我就出去讓他休息 隔天才好笑 隔天說 蕾你謝謝 你要把門勾好 擦給你嗎 有我們有過 會從外面把他鎖起來 結果後來他隔天就謝謝 我說你謝謝你昨天救了我 然後呢 我說對啊 然後我幫你擦一擦 擦連就把你清下去了 他說那你為什麼沒清 那你就算你的損失喔 我說蛤 早知道我就清了 所以這個公主喔 就是真的都要靠我們去掩護 還包括小姐也是一樣 那後來呢 他後來有 沒有 他真的有把持住 離開嗎 沒有沒有 他還是真的就是固定住公主 有的就是真的會跳下去 那還有更誇張的就是跟客人出場等等 所以他是一個文化這樣的行程喔 那我再講一個就是說 其實在裡面就學到了很多的美工 像剛剛瑞德哥有講的 整個酒店的文化 日式酒店 臺式酒店 launch bar talking bar 就整個臺北的一個夜生活的演化 可是這個演化也傳到中國去 你知道嗎 九七年的時候 他們是完全 酒店才是剛剛開始剛剛起步 然後我們這些人去了那邊 就開始跟他們講 你這裡好單純喔 那我在那邊也遇到一個媽媽桑 底下四百個小姐 可是我就看起來他們真的是 那邊實在是單兵不會作戰 你知道不會打集體戰 臺式酒店很會看客人 情人節 然後呢白色情人節七夕公里買花 買情趣內衣送小姐 出頭很多 可以從客人身上 扒好幾層皮 那這些東西 跟他們講他們眼界大開 可是真的包括學到了什麼 跳台費啊 酒錢啊那些怎麼算的細節 全部跟他們講完以後 到最後框回來是我們台商 他們又再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 台北有條通文化 但是離開台北之後 中南部有很多特殊不一樣的喔 什麼有農場啦還有什麼地下經濟啦 釣蝦場啦怎麼回事 那最主要的是我們 在鄉下有很多釣蝦場 釣蝦場外面都有包廂 包廂都是兩間至三間 你如果在那裡釣蝦場 很多太太們以為先生喜歡去釣蝦場 釣蝦其實醉翁之意不在蝦 釣蝦場後面還有包廂 釣蝦場後面還是有包廂 還是有唱歌的地方 喝酒的地方 那小姐的話你跟櫃台講 櫃台會幫你安排進來的 這個也是啦 那我們那邊最大的一個 一個比較你們不懂的蜜心 這都在我們蝦場都有 以前蝦場最愛留情的就是這個 這叫什麼 這就是我們叫的鴿蝦 鬥口場 那如果瑞德大哥也很清楚 這鴿蝦在擺盤 這都叫很隱密的地方 就叫很隱密的地方 你檢查要突擊的時候 就沒有突擊了 那在民國七十幾年 到八十幾年的時候 這種的場很多都在深山 或者是在非常偏處的地方 跟鬥雞一樣 你要去的話 你要層層關卡 現在到就沒在加了 沒在加了 業者就動到那邊了 不然我們就在那裡 熄所謂的那種 所謂變相式的酒店 什麼叫變相式的酒店 你也不要太想這個 這個鬥口場 就是農莊 從這裡農莊開始 那它裡面的包廂 就是貨櫃屋 我們裡面就都貨櫃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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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看這個貨櫃屋 就長這麼醜 它裡面的裝潢是非常漂亮的 也非常豪華的 你一樣 你到了那個鬥口場的時候 你去那邊 奇怪這是鬥口場 怎麼沒有人呢 你到包廂去的話 他還是讓你開KTV的消費 讓你這樣子 你還是進來 那通常的話 那邊就是非常非常的偏僻 這個是我跟社會大眾 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在我們南部 在我們南部 你們看到最有名的 就是說按摩店 連鎖的 那你按摩店是按摩的嗎 他不是按摩店裡面 他還是有包廂 而且他的包廂都是兩間至三間 豪華的程度 絕對不亞於你們所有的 那還有一個 就是在我們八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時候 我們那邊比較流行 到冰果市 冰果市 我們要吃水溝冰 水溝冰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買冰 結果他旁邊有一個 叫所謂的情人座 什麼叫情人座 走過去才知道是地下室走下去的 那那時候我們也是差不多 國高中時期 那情人座你下去的時候 他那類似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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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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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那你會下去 當然我們打工 也會去那邊打工 那我們去的時候 怎麼奇怪 裡面烏漆麥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什麼東西 旁邊有人跟你講話 抱歉 我跟你講 他就是在賣火柴盒 一個火柴盒裡面有十二根 你要看看你跟你講話 那個人是誰 你火柴盒店裡看看 一個火柴盒多少錢 一個火柴盒一盒十二根 一盒就是五十塊八十塊 我講的是民國七十幾年 八十幾年事情 不是現在 大家要說我情情做做 所以你跟他聊天 但是沒燈光 所以你只好去花錢 買火柴盒燒了看 他們在賣的啊 火柴盒是公司他們在賣的啊 他們買啊 那時候也沒有手機什麼都沒有 你不可能拿個手電筒在那邊 那是不可能的 你聊得開心的話 你要買幾盒 那個一直燒 一直燒 一直燒 其實到最後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是去那邊打工的時候 看到的 那時候我還小才高中生 你確定你手沒燙傷就對了 什麼燙傷的那個 絕對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怎麼去跟你講 然後我們的地下經濟裡面 你有沒有看暗時 暗時的夜中 一個包廂出來的時候 開一個酒店開一個燒雜包 甚至開一個 我們的所謂的那個 那個按摩店還是什麼 都不管 你要記得他外面一定會有個 煙槍檔或者是一個燒烤 那煙槍檔的燒烤 就是代表他們裡面 叫的小菜 就是從外面那一攤來叫 那裡面的少爺 我們的少爺 跟你們台北的少爺 可能就比較不一樣 我們的少爺 通常是都沒有什麼地心的 通常都是在裡面在燙消費 除了小費之外 客人結帳的時候 在旁邊有一個小費箱 那個小費箱 投的所有錢 就是由少爺 那些少爺 到這裡五個店裡 在補的 當然少爺 還要燙到一條錢 什麼錢 因為少爺有時候會叫人送水果 賣水果 賣盤 還是說 但是少爺 這些少爺 都是要負責為師的 這是我們香港的情形 好 我們再來看 其實從中南部要來臺北 甚至連東部要來臺北 常常會覺得說 臺北很奇怪 為什麼臨申路就臨申路 要分北路跟南路 光復路就光復路 要分北路跟南部 我們今天說的這個代董 就是搞不清楚 問路沒有問清楚是南路 北路 結果流浪在街頭 對 那其實代董 他號稱是臺北的夜間教父 而且他也是成衣大王 那代董 其實他家住在這個花蓮 那花蓮 其實媽媽開雜貨店 七歲就不會去那邊 那時候去那邊一邊一邊 穿冰一邊 那如果有咖啡的 牛奶的兩邊 開始賣賣賣 但是他們爸爸是在開中藥店 中藥店有一些藥材要去砍 藥材要去砍 那些藥材要去沖山尾 但是過去抓到是緩發的 所以砍都找到沒有人的地方 不知道沒有阿布 沒有砍這樣 比較不會被警察抓到 有一次警察抓到 有一次警察抓到 剛才那個黃鋒林 有人在那裡青森 那他媽媽說 你往那邊砍 他說為什麼 他絕對沒有人家去 所以不會被兼職 但是那種的生活 因為他說 他上課的時候 是上課一天 休息一天 所以坦白說 他基本國後有秘密 沒有秘密就不知道 國中有秘密 沒有秘密就不知道 那時候是初中 結果他十七歲的時候 他說他有一天 在想要離開那個地方 離開後山的地方 要來到台北 在那個年代 全都像台北 台中 高雄 台南這樣而已 其他的館市都很嚴重 新聞前帶來 有一天帶三百五十塊 就借火車來到台北 來到台北的時候 他要找什麼 要找他們的表弟 但他們表弟在哪裡 在三頂堡的中央南路 那裡有一間鐵工廳 結果他就來到台北 晚上晚上就去到三頂堡 一個找這個看到就死了 中央就有一個南路 就北路 北路是雅七號 南路鐵工廳 他就想說沒關係 在找鐵工廳 就想問 一個來到南路死了 鐵工廳百幾斤 鐵工廳什麼斤 都叫鐵工廳 百幾斤啊 沒電話啊 沒什麼找 他說他在那裡 窮一枚的時候 死了 我們來到台北 三百五十塊 我流浪 晚上要帶台北火車頭 不然就帶到那個 蠻家的火車頭 帶到去用鐵工廳 帶到三百五十塊 都開完啊 沒辦法啊 乾脆 回來 都回來 但回來一定去用麻 一定去打打打打 他說沒關係啦 但是馬來西亞的民主 都不料料 剛才在那個時候 在蠻家鄉鄉 看到那個在清煙 在烘煙醬 三天沒吃飯 在噴到煙醬 真的想說 他去蓋一個氣味 這個剛才有煙醬 看到他人生 第一個最大的貴人 就是他們同學 他們同學 剛才在那裡 六十八了 二十一條 好 看到而已 他只要吃十九條 以前煙醬很大條 不用錢啊 對 他們同學說 不然這樣 你來帶我吃 但是剛才馬上 後車頭 帶來這裡 就是一個成衣的批發 他們同學 帶到那裡 有人給他介紹 做什麼 做上成衣的 十七八了 上成那一陣打三連車 每天早上到晚上 打到晚上 多人都回來了 每天都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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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到我們社會上衣 上衣的時候 他就有那個時間 他就去學那個 縫補啦 學車衣啦 學軍兵啦 整個都學得會笑 三年一後 他就變入武了 入武之後 做三年就做代表 代表就不一樣了 入武一國二千五 代表抽五趴 他說一國就賺六萬了 那個時候六萬 你想想你真的會怕 六萬塊 如果在三年坡 可以買六間房 一國賺六萬 記者說怎麼可能 人家賺兩千五 你賺六萬 他說我 我走那個店 我去 我就跟那個小姐來 我告訴你 這部是怎麼 怎麼白 怎麼配 怎麼搭配 之後 要走的時候 就將他門外 那個模特兒 那個衣服把它打起來 用我的把它穿起來 他說怎麼要你穿 很簡單 我就都請他吃飯 今天 就請他吃飯 所以上次 他叫他 他在淡亂 這樣 好 生理有夠好 一天都賣兩百而已 賺六萬 賺到十九歲 他賺三年之後 他有錢 自己開 自己開的時候開 我們學生學 學生學 那一年 那個上醫 差不多是兩百五至三五 他都賣五十八 哪有可能 整個所有的 賣三個 這個潘子 這我們當的 他這個是博利多銷 不是 他厲害 他去補行 要買補行的時候 人家補行不愛賣 因為你不信用 對不對 他就直接去找藏油 去賣的人 沒有愛 那補頭補位 買回來 因為他要做 他請歐巴桑來倒走 一個人一天我就做八而已 但是他總要把切分割 他現在叫八樓上來 一個人做領事 做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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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他就在那裡 有辦法把切做分工下去 好聰明 所以他的成本 人家一領七十塊 他一領二十塊的成本 這樣總要開始一直做 做到最後 他多厲害 你知道嗎 做到最後 他一個月 有辦法賺四十萬 到來賺五十萬 第三年而已 他總要賺到差不多兩百萬 之後他就想說要開連鎖 要開連鎖了 開連鎖的時候 我告訴你 他開連鎖 一直開 他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的營業廟 超過一千萬 那個時候 他就一個概念出來了 八位公司 只有賣三塊就好了 你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 腳不爽 對嗎 有夠聰明 是啊 我又開一個咖啡 給你喝 開始第一次 開始做餐飲 所以那時候餐飲 開始做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個百貨公司 那種紅原百貨 因為我們做高標 紅原百貨 紅原百貨 就給他吃起來了 吃起來 你有一天怎麼看 第二次在腳下 你要做什麼 要開餐廳 哪有可能 五百老百貨公司 那些特工的店 有可能去包公司 吃你第二次的那個 那個麵很夾別人 夾幾人五十塊 真的被賣起來 從來 因為兩聲三聲 現在占四聲 之後 開始吃喝玩樂 整個都灌下去 台北人就剛才說 都專門要睡 不然就是睡不著 兩種人 一種是沒睡 一種睡不著 睡不著 睡不著 沒睡 現在四聲 九聲都不在睡 這些人的錢都來 現在就為了 整個都去探了 他就發人出身 他現在回到發人家 發人家的土地 發人家的飯店 夜店王變成後三王 對 最好跟大家報告 今年七十歲 要你拚 每一天要你上班 早上班到晚上 他在你拚 所以說七十歲要你拚 你如果沒有七十歲 這樣就不能 什麼 這麼一說 大家要認真上班 剛剛講到就是奮鬥的意志力 這個少爺有少爺的奮鬥意志力 他們的意志力就什麼 讓檳榔心思變成領臺 讓領臺變小姐 小姐變什麼 變媽媽嫂 變公主 中間還有變媽媽嫂的過程 但是葉國華大概跟我們講的是 臺灣在發展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人真正很穩妥的 賺到錢的大概就是房地產了 但是要怎麼樣有能力買到房地產呢 你當了媽媽嫂之後買房地產 或者是你怎麼樣一步一步衝 小姐要賠稅 賠笑到可以靠自己賺錢 有好幾個奮鬥故事對不對 我先聲明一下 我是因為事業 因為做工作 我實在這麼多 這裡都很內幕 我跟你說有一天 民國八十三年的時候 我去買一間房子 大家知道新生南路一段一百六十一項 你來行就知道那叫做名人像 然後是那邊的名人像 然後有一天我去那邊派報 突然有個小姐 一個太太很漂亮 身材很好 很有氣質 拉了一台車走過來 你是賣房子 我說對啊 我常常看到你 我說是 有什麼事嗎 你方便來我家嗎 美麗的太太 方便來我家嗎 方便 方便 沒有啦 我房子想賣來 你來看一下 我就跟他上去以後 上去家裡沒有人 可是他就說你坐 你坐 你坐 那你坐一下 然後他就端茶來 各位 受過訓練的小姐跟媽媽桑端茶 不是隨便 那個你喝水 不是這樣子 來 你喝水 就這樣放 然後做好以後 他是這樣子跟你講話 有分的啦 公主跟小姐跟什麼差別在這裡 我奇怪 一般人不會這樣 住在這裡的沒有 你這樣子啊 怎麼會這樣子 我去住這間住五十八幣 還沒公設 那時候那是最好的家 你住在這裡 我看這樣又不像南部上來 然後又不像在大公司上班 又不像大學畢業生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房子 可以住在這裡 然後房子好乾淨 然後說我這個房子要賣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我就說方便嗎 他就帶我去看看 他的廁所有花 你家會放花嗎 廁所 憲哥 我會 你會 等一下我得罪的時候 你要贏我 現在還有噴向水了 鮮花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但我都不敢問 後來他就說你估一下 我賣一下 後來就把他估了 然後就 後來就就開始賣了 那我就常常去 結果後來發現有兩個小孩 一男一女 就跟他媽媽講話的時候 是講國語 兩個小朋友在講話的時候 講日語 怎麼會說到 紅豆呢 我聽到都沒有 奇怪 孩子怎麼會說日記 後來反正他告訴我 為什麼要買 因為他先生準備要調去泰國了 他本來是從日本調來臺灣的 然後準備要調去泰國了 然後他必須要把這個房子賣掉 跟著先生一起去泰國 然後跟我講說 葉先生我注意你很久 你很認真 我跟你講 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以前在臨森北路上班 沒有講調通 那時候沒有 我問你臨森北路上班 就碰到先生 我就嫁給他 這樣講很簡單 可是你看就知道他不簡單 然後後來我就想 這事情特別激勵的我 你知道嗎 原來英雄不怕出生滴嘛 你也要去年輕北路嗎 不過人生要打拚對不對 你怎麼做就有未來 這是第一次激勵我的你知道嗎 第二的就是這樣 後來有一天 我又去晴光市場賣店面 你知道嗎 晴光市場 中山百貨 二千百貨 晴光市場賣店面 然後我想要 這要遲分了 你怎麼要買 沒有 因為我要到日本去 你為什麼要去日本 沒有 因為我這個店 已經開很久了 那我先生在日本 你先生又在日本 然後沒有 最近我嫁給他 我說你怎麼嫁給日本 沒有啦 就因為工作的關係 什麼又工作的關係 他以前就在酒店 然後酒店幹嘛 因為關係很好嘛 那這個客人很喜歡他 覺得不錯 下次來一定找他消費嘛 是吧 憲哥你跟我不錯 下次來你會找我消費 早點嘛 會嘛 對不對 一定的嘛 那憲哥你如果想要 你想要我繼續陪你 你想要我繼續陪你 你會買東西 從日本拿最好的東西來送給我 會嘛 對不對 那 瑞德哥在旁邊看到 他會不會想要 我要新的 他要新的 他要嘛 旁邊都要 下次他帶很多人 這個小姐覺得 你怎麼可以白拿 下次你幫我買來 我賣給他們 久了 久了 又發現說這個生意可以做 一條路 然後就日本去淨口 無奈品 拿來台灣買 酒店小姐出手 打手 舊的 舊的就下去 不然就帶 舊的阿伯 去舊的就買了 這個小姐很厲害 但還要繼續做台 沒有的啦 我就店就開在 過來做生意了 對 就開在青光街 就做這個生意 我又想到了 這人生真是太激勵了 誰誰怕出生地 就是要找方法 找出路 然後做到就有未來 你看 跳槽了 對 又開店 又可以到日本去 這怪怪的 人生的打拚嘛 這電視要看 我告訴你 這真的有夠讚 第三個再來 我一次去 他說買一間卡拉OK 那個阿伯 那個我跟他點一次歌 我去過一次 第二次去的時候 我說那個我帶客人去 再點 你要點這個對不對 你要點這個對不對 你怎麼都知道 你來過啊 記憶力 我一年前來過 我記得啊 一年前的事情你吃什麼他都記得 我吃什麼我點什麼歌他都記得 你看這個都忽然的啦 真的 太強勁了 那手有夠油的啦 你搞不好丟太狗的 臥底 我的天啊 他剛出上次臥底 他有這樣 你想想看 我就問他說 阿姊阿你怎麼這麼厲害啊 不然啦 我以前都日本人客啦 忽然的 日本人客忽然的 這個這樣很聰明 這個我真的遇過一個 那個媽媽嫂很年輕的媽媽嫂嘛 那個我們台灣一個媒體大亨 他跟他們沒完結 所有的員工都不跟他 他回到家也跟他太太 他太太也跟他吵架 小孩不理他 那天是他生日 你知道嗎 所有的員工跟家人 都沒有人記得他生日 一氣之下半夜 跑到他常去的那個酒店嘛 進去以後不是坐下來 然後媽媽嫂 回來了對不對 回來了你先等一下喔 小姐都還沒安排 跑到他的那個 蛋糕 不是蛋糕 拿了一條領帶 HAPPY BIRTHDAY TO YOU 鎮東跟一個當隔天 就送他一部賓士車 有 在台灣台灣過 有上報紙 對這件事情真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那個 領帶三千六百塊 賺一台賓士 他那個卡拉OK怎麼來的 他卡拉OK就是 因為他們在巧克力 日本客人來 台灣的老闆要做這個生意 一直做不起來 然後他就在旁邊 你找不到人 你怎麼跟你說 那個沒看你啊 真的嗎 都一樣 我常看 不然這條你幫我處理 你如果處理好 你有什麼要求 沒有啦 我想說出了先生 我自己開一間卡拉OK 不錯 好 你找好店好 自備看我來找 後來你自己錄 他就去找 去買 去開 找的店都不貴喔 可是他交給我賣 說你買多少 你剛才買四五百元 你怎麼知道 因為那個不是很熱鬧的地方 因為開卡拉OK嘛 都在哈記 然後有點吵吵的 可是他交給我賣的時候 已經一千五了 你看 你們昨晚要收拾來回來了 你看就是 又是一個例子的主秀 這些是那些年 激烈的我 做仲介做到現在 而且這些人賣房子 服務費都不會殺 你說這給我 我知道你都不求 這錢派賺 我不會給你抬 你認真賣 有聽到嗎 人家也不能歐白 不要歐白給我們抬服務費 就對了 好 那沒有想到 這個暗藏春色之所在 連撞球街也有陪打小姐 各位觀眾朋友 我王佑銘 我以前就很想打球 所以我在十八月十九月 我就自己去開一間球場 那當時的球場是真的很好賺的 但當時的撞球場是比較單純 就只剩時間到裡面 我們賣多量的 賣多飲料 用一些小瑪莉 雞台 但是那當時 我們以前 我們的撞球的文化 大家要很清楚 我們撞球是算槌 一槌就五塊 一槌十塊 到算分金 那當撞球場裡面 都會有所謂的計分小姐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 拿自己去記 但是有的人 因為我去撞球 我便宜去計分 我會去撞一個小姐來計分 所以計分小姐 當時的計分小姐 是算時間的 一分斤兩塊 就對牛到兩塊 是這樣拿出來的 那冰斌到現在 現在我們的野港 在高雄 南部野港的地方 我們的培打小姐 我們的所謂的計分小姐 一分斤都是已經高達一分鐘 四塊 五塊 六塊 甚至可以打球的 小孩子一分斤十塊 所以現在牛筋已經 冰斌到說 裡面培打的小姐 記憶的小姐 這是我給觀眾朋友 做一個分享 當然我當時撞球場 在台灣最好賺的時候 他一分鐘 那時候是兩塊錢 至三塊錢 都算時間的 所以一分鐘差不多 在百八塊 那麼計分小姐 也像算起來的話 他一個小時 也是差不多在一百八十塊的 一個工作時數費用 其實台灣人不愛睡覺 所以深夜經濟 真的是蠻有機會的 比方說宵夜 要吃得扎實一點 為什麼牛筋現在變成所有夜市的重心 因為年輕人要吃 另外牛筋對所有牙齊來說 他的CP值最完 對老闆來說 他的單價最完 他的單銷最完 所以說牛筋 你如果那個店 你看他都找得最好的店 那個最好的店 就是那個牙齊裡面 糟糕最貴的 他說一塊牛筋 如果百七塊 你這樣扣扣扣帖 我到正賺五十塊 八七塊 如果正賺五十塊 這樣算很好了 當然 玻利多消 他說 有方面 我就加強 大廳的一天我就賣到七萬了 那四廳的三萬五 那七萬一國月就兩百萬了 兩百萬我就賺到五十萬至六十萬 那如果是一百萬來說 那一國月一百萬 我就賺到二十萬至三十萬 淨賺 所有的都靠著淨賺 但是夏天比較少 因為夏天大家要去那裡有冷氣的 夏天有時候咀到西伯 那天就死了 那天就很壞了 所以說有好有壞 這是那個五百 如果說到五百 在民國四十兩年前 就民國六十幾年前 台灣要沒什麼牙齒的五百 因為台灣人沒什麼在吃五百 五百米也很少 外星人可以在吃五百米 所以那時候台北市 如果不會五百米都外星人 台灣人沒人在 因為不能吃五百 台灣人一般來說 五是替我們出力 所以沒在吃五百 到六十五年開放美國五百 是啊 台灣五百總是降低 因為美國五百比較少 所以沒辦法 一些人開始 去賣牛肉 第一個 西伯就是孫東堡 第二個 南部就是紐西蘭 你南部應該知道 那時候你還沒出事 在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紐西蘭 我都整不住笑了 六合夜市紐西蘭 最近有人在說這樣而已 很多我們高雄的網友說 我還記得我還記得真的好 那時候我如果高一百分的時候 我媽媽就帶我去吃五百米獎 獎勵這樣 跟這個陣子搖到的 在六合夜市紐西蘭搖到的 所以你就知道 這種感覺 這是陪我們度過同年青少年時期 如果北部的孫東堡 以前是美喬俱樂部的主持 其實買了他就想說 要把那個美味把它搬到 變成庶民美味 我還記得我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公國打得很大 公國打得很大 那時候三個老三台 公國打得很大 的零碗 補紙跟抗紙拿拼的 我特別去加什麼 那很多雜質 我們也不會吃到五百了 就想說這個五百也要吃看看 在八德路那裡 想要去吃看看 有一個小姐說 好 第一次我媽媽帶我去吃五百的時候 我覺得有夠好吃 結果兩禮拜以後 我如果說就帶我去一間 真正的五百點吃 那聽我說 開口怎麼差不少 我如果跟我說 這就是真正的五百 五百就是要三寸好 好 這樣一晚的二千 如果真正好的五百時間 用鹽就好 不要加蘑菇 不要加黑胡椒醬 另外台版的牛排 還有鐵版麵 因為怕你吃不飽 多麵下去 所以這台版的牛排 不然鐵開到三十六間 不然鐵開到不然 有一天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有一個 第一個土地分飲人 這林士卿 林士卿在那裡洗碗洗碗 第一間的家門就是他在家 第一間那個時候 他剛才在八德路 那個中生百好的對面那裡 我們高級 大家說去那裡吃 你知道拜年呢 拜第二輪的兩點半 吃到三點半 一點鐘給你吃而已 好 清理有夠好 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之後他會收 收起來之後他買了開一間 貴族市家 貴族市家 剛才去打到什麼 打到那個時候 1994大寶 買了就回來 將他老闆的孫東寶 這個招牌買起來 所以現在台北都有孫東寶 是這樣 他就是圓夢耶 對不對 另外在1975年 開紅以外 我們的美福食品 開始 他就開始做牛肉的淨口 現在台灣牛肉淨口 第一大經的美福 另外就是那個時候 麥當勞去買 麥當勞去買 本來以前就是 麥當勞去買 大家說 怎麼這樣 民生社會 敗著敗著 當時在做什麼 為了買一個漢堡 一個漢堡 大漢堡 八十六塊 有夠貴的八十六塊 貴是不是 我那時候 在民國七十五年 買我 我現在住那間房子的時候 載我們的孩子四歲 就經過他們喝 我們他們說 麥當勞 什麼是麥當勞 我那時候麥當勞 兩孩子都知道 他等一下 我要不太注意 他就去買 只買一個蘋果派三八塊 夠貴 三八塊 值得啦 人家現在在美國念博士了 對啦 三八塊 買一個普通的漢堡 二四塊 我給他那麼貴 就是因為大家說 夭壽 那美食的東西 那好賺 所以整個都進去 甚至連三桑巧符 就去買牛肉麵 三桑巧符 因為那個陳和東 他們老闆 老闆娘以前是我的客人 他說 為了三桑巧符 買牛肉麵 在日本請一個美食大師來 全台灣姓 為南 為北 吃到南 所有的五百米中吃 吃完 他給他兩百萬 開發這個SOP出來 所以開始做冷凍的 人家這樣全台灣姓也賺到 所以你看 過去台灣的整個 每一個階段 都有新的東西進來 新的元素進來 這個新的元素進來 居然連阿公店的新元素叫什麼 人家腳踏 這叫共享制度 現在阿公店也有共享制度 怎麼回事 以前阿公店 通常大部分的阿公店 都跟阿公店 通常營業到凌晨到一點 零到一天 一點的以後 有人到一店 有人說經營阿公店到一店 會怎麼辦 小姐跟客人 一起算他到另外其他家 因為其他家會做到凌晨 三點五點不一樣 那就算他去另外百位阿公店就對了 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怎樣 現在因為生意不好 我坦白 行李沒有全部回來 現在雖然疫情有趨緩 但問題是生意真的沒有全部回來 所以怎麼辦 所以現在變成一間阿公店 有兩組老闆在經營 什麼意思 我剛剛不是說 有的以前吃到凌晨一兩點 現在由中島十二點開始 營業到可能晚上十點 這間店就結束了歇業 打贏了 但是問題是他還是繼續做 為什麼呢 因為從現在開始的老闆 就不是他了 你知道嗎 是別人了 但是小姐還是小姐 小姐不用走 小姐也是小姐 也是小姐 也是這間的小姐 只是老闆不一樣 所以從十點開始以後 作為一個分界點 早場五場跟晚場 的老闆是完全不一樣 不過講真的 現在的這個瓦卡阿公店 元氣大商了以後 規矩又一大堆 所以他們其實這些從業人員 過的是蠻辛苦的 好 其實接下來面臨到通膨等等 大家這個要精打細算一點 先來看現在升息一碼 到底對房地產會有什麼影響 昨天這個升息一碼之後 然後馬上講說 美國今年可能要連升六次